好 继续回到现场 我们来讨论 这个赖清德日前在辩论会上头 除了提到中华民国宪法是灾难之外 他也有特别提到了 管中敏能够当台大校长 是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核定的 但是管爷当然是不认同 我们先来看一下 管中敏今天在脸书上头继续发文了 是再度直接批评赖清德 他要说赖清德当年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指挥部会打压台大 他说如今面对质疑 敢做不敢当只会闪躲卸责 这是什么样子的担当呢 他说之前在面对网军攻击的时候 只会在镜头前哀求请总统约束网军 这是什么样子的骨气 因此不禁让他想到了 如果有朝一日面对军事威胁的时候 难道也只能够请对方约束军队吗 好 这个问题我来问一下 这个韩兵哥你怎么样看 我那天听到脸书这样讲 我也是非常shock 他居然好意思讲说 这是他核定的 他当行政院长是核定的 你忘记你为了一个管中民 换掉三个教育部长吗 这中华民国教育史上最可怕的一件事 为了一个台大校长的位置 可以把教育部长换掉三个 然后被换掉之后 现在还回锅那个潘文中 就是第一个被换掉那个 小学老师潘文中 真的是丢人信眼到一个极致 老师说潘文中还有这个脸回来 我也是非常钦佩 我觉得真了不起 我如果是他 我早就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我还回来当教育部长 我真的很佩服他 民进党大概都是有这种厚脸皮 所以才能够这样子 思思然的 好像好关我自为之 我真的觉得 而且大家不觉得很诡异吗 潘文中可以这样绕一圈回来 是不是代表民进党真的毫无人才 你没有他当教育部长你还不行 是怎样 是因为愿意听话的狗不多了吗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学术界 被整个民进党搞得乌烟瘴气 然后当初谁在阻止这一切 不要忘记赖金德当时是行政院长 如果赖金德真的看不下去这种事情 他可以直接指示潘文中说 你就让他过就好了 不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吗 那为什么要搞了这样子 又换了教育部长再换一个 然后讲中间那个还创了史上最短命 教育部长记录 对不对 在那个东华大学那个 搞那个操作题的那个 所以你就知道赖金德他为了选举 什么鬼话都敢讲 然后他还他那天辩论会 因为他本来是讲中华民国是个灾难 然后结果后来还开记者会 还指责科批 他说你明明知道我是口误 你居然敢指责我 我会觉得超好笑 这是辩论 辩论就算是你口误 我抓你刚刚好而已 本来就是这样子 谁叫你自己来口误 口误是我造成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活该啊 他那个他其实那个心态 就像小孩子耍赖一样 就不管不管了 人家只是口误了 你怎么可以抓我的语病 就是这样 你活该啊 谁叫你自己来口误病 而且我说真的 赖金德会去讲这个东西 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 刚刚苑教授讲的 他居然认为中华民国宪法 跟中华民国是分开的 他觉得好像只要加上宪法两个字 就不一样 你是一个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呢 你告诉我说宪法有问题 你还是县任的副总统 结果你从来不修法 你应该要去修县啊 你为什么不修 他不是一场灾难吗 这个灾难你为什么不敢修 你民进党是绝对多数哦 你都不敢修 那接下来的国会 你很可能民进党不是绝对多数 那你上来有个屁用 因为你还继续伴随 这个灾难性的宪法 所以这个人基本上 连逻辑都不通了 然后说这个人离谱到什么地步 我今天听到赖皮疗的最新版本 快把我笑死 那比较这新版本的事 他找了他邻居出来 说你看赖金德多么孝顺 他妈妈过世的时候 他把他妈妈那个棉被还留下来 所以有没有他妈妈的味道 然后说什么 他们家那个榻榻米舍不得丢啊 就算发霉也拿出来晒 然后说是他邻居讲 我想请问大家 用一个基本逻辑去想象 你家的邻居 为什么会知道你的棉被是你妈的 有谁 有谁会告诉别人说 我现在晚上睡觉盖的是我妈的棉被 有人会这样讲吗 邻居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会不会很离谱 所以这摆明就是故意出来洗地嘛 又要故意假装笑感洞天 然后在那边讲的一副 哇都是我们攻击他不对 是赖金德是个孝子 他也许是个孝子 也许不是我不知道 但是重点不在他是不是个孝子 重点在你们要不是来帮他洗地 好歹讲你有逻辑的好不好 他的邻居亲婆好友为什么会知道晚上睡觉干哪一条被子 他每天晚上跟你睡在一起 是不是 我真的担心你把这句话说出来 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知道啊你告诉我 这不是莫名其妙到几点吗 我觉得今天其实蔡英文有一大段时间在干什么你知道 在帮赖金德圆谎 因为他知道赖金德讲那句话 美国爸爸会跳脚啊 所以他只好赶快讲说没有没有没有 有问题的不是我们的宪法 有问题的是宪法如果结合92公司才有问题 就在那边应周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 赖金德你知不知道你又得罪美国爸爸 搞不清楚状况 但是我说真的 美国之前已经葛莱伊他们这些学者已经讲 已经点出赖金德的问题所在 叫你你那个台独党刚快给我修一修 那个是有问题的 然后赖金德不听 之前还装个台独归孙 想说我不讲就没事了 结果辩论会一下又露线 他很明显的就是 他当选之后一定会往台独方面走 百分之百会走 赖金德就是这种个性的人 所以我必须讲 赖金德上去一定是台湾灾难开始 绝对不会有其他的方向 因为他个性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旦决定他就是闷头往前冲 就算撞死在墙上他都会这样做 赖金德就是这样的 你看不然正常的话 赖皮疗这个事情正常人会怎么 鼻子摸摸算到没这件事没发现过 至少自己不会提嘛 他现在拼命找他的网军来提这件事 你说这个人蠢得多厉害 他生怕我们忘记这件事 还找出新的邻居最新爆料 所以我说真的 让赖金德这种人当了国家领导人 台湾真的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大家自己看了吧 对 因为我们学校 我也说句良心话 因为我跟管宗明 我们同一个小学的 我们本来也就认得 我觉得这个是管爷的个性 管爷的事件 大家刚刚还没介绍得非常清楚 我们也很关心但是在台湾的社会当中 我觉得我们没有党政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台湾大学担当了更明显的社会责任 而且在自己所谓的这个行为表现上来讲 应该要特别重视大家对于我们学校的期待 毕竟的话我们在台湾享有盛民 社会地位各方面 那么我是少数这个台大教授 经常来参加赖晚报的 所以说刚刚提到管爷的事情 我要说一下这个事情对于台大的影响 对台大有影响 其实是对全台湾都有影响 大家现在可能不会感觉出来 因为我人在里头 我的同事他们我们私下在聊 第一个的话 台大的教师群体包含学生政治化 请大家要记住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实际上 大家如果了解其中的过程当中 那么有的老师是希望管爷不要当选 就编出各式各样的理由 来否认这个选举的程序 所以说在台大除了政治化以外 又做了分裂化 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数一分开长就不会合在一起 这个分裂化其实在我们来讲 像我本身来讲在台大 原则上来讲公开跟我聊的 没几个人 所以我没有分裂化的问题 我就是铁杆弟兄那几个 但是在台大本身 经过管爷的事情以后 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种分裂化是我们说 就是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不会说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问题 就是冷漠化 台大本身的话就是政治化 分裂化 冷漠化 你要想想看 在台湾这么重要的一个学术机构 它担负了所有教育 我不好意思讲说全台湾的精英 但是基本上大多数的人 像我本身就负责医学系跟 亚裔系的课 对不对 那就算是我遇到的学生 每次考进来都是台湾算是很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本身应该要把政治化 要解构它 分裂化的话 要让大家合在一起 冷漠化的话 要想尽办法 重新激起大家的兴趣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观念 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刚刚介大使讲得非常好 历史会审判你 人民会审判你 你自己的良心将来也会审判你 所以我觉得今天管爷 讲这种事情之后 当时我们很多 消费很多老师搞成了新武士运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本身那个时候的话 一方面的话 你的学术工作很繁重 再者的话 你要不要参加 他们都是公开的 所以这一些 我讲的这三话 政治化 分裂化 跟冷漠化 其实讲起来就是 目前台大的写照 所以说只要有台大 一消息一有出来 马上就有派别 包含现任的校长 陈文章校长 本身来讲 他有些事情的指责都是无地放适 没有人公开替他公开说话 为什么 因为你在台大经历过这种事情以后 郁杰你要了解 这个台湾本身 原来我们都相信 我们相信台大跟相信台大医院 是一样的道理 你不管统派独派 你进了台大医院 医生都抢救的 对不对 这是柯文哲讲过的话 那你现在的话 如果你发觉说 这个学校本身 在这个分裂化里面 到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痛定思通 好好恢复一下 否则台湾这种现象 台大会延伸出去 大家会变得很冷漠 很分裂 很政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 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捷扣哦